当然民众得要精打细算 我们看到百货中年庆呢 请去业者推出了下沙活动 但是景气不好 要如何在中年庆刷卡消费 还能够想折扣拿好康呢 我们记者找到这位刷卡达人 他只用了两张的百货联名卡相互使用 购物回馈金高达14% 花了三万块钱 他当场省下四千五百块钱 简直被人潮挤爆 才简单摸了下棉被的质感 就疯狂下订单 气温持续下降 加上周年庆推波助澜 下杀到1.5折的请聚 卖到缺货 12万以上的话 百货公司2万会再送你2千 还蛮划算的 刷卡不手软 周年庆适逢周末 光是床单备套 百万大户就高达9个人 业绩暴增三成 单套百万元的刺绣床包 短短三天就有VIP大户 一口买下300万 像这位周先生就利用 两张百货联名卡相互使用 购物回馈金高达14% 花3万块钱就现省4500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经济也不景气 然后最多现金为王 那所以说呢 然后有能够造成延迟付款 或者是让这个刷卡集中的话呢 那这样得到一些回馈来讲的话 其实是在不景气当中 最好的一个消费王道 事实上台湾人使用信用卡消费 逐年攀升 光是今年就预估可以突破 1.8兆创下历史新高 消费者都想利用信用卡 想折扣累积红利点数 A好康 不过提醒您 还是要妥当的使用信用卡 才能守住荷包 不缩水 记者洪西宇林轻易 台北采访报道